上个月新北捷运公司公布未来淡海轻轨的票价 但是市议员郑宇恩表示 有居民反映这样的票价从新市镇到红树林捷运站 票价最高要到单程25元 比起公车的15元要贵上10元 这会让居民倾向坐公车来通勤比较省钱 淡海轻轨绿三线即将通车 在上个月新北捷运公司公布未来淡海轻轨的票价 将比较台北捷运系统现行的票价结构收费 而市议员郑宇恩表示 有新市镇居民反映这样子的票价 要从新市镇要通往红树林捷运站 票价最高要到单程25元 比起公车的15元要贵上10元 会让居民倾向坐公车来通勤比较省钱 其实有一些居民反映说 他们从这个新市镇做出来要25块这件事情 因为大部分都是在20块内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如果是25块的话 那这样子会不会还是倾向坐公车 那我们也希望捷运公司在这一块 要做一个密切的观察 对此新北捷运公司表示 淡海轻轨是结合采与台北捷运 分开独立计价的方式收费 在考量民众转成的便利性 票价的一致性 淡海轻轨基本票价从20元起跳 而绿三线全线7.3公里 单程票价最高25元 但是用电子票证转乘公车 或者是台北捷运都有8元的优惠 单独计会 那再加上里程收费的方式来处理 那这样的话可以降低所有搭乘乘客 那么他们成本可以把它降到最低 那这一部分我们有精算过 我们有把各个站从台北来的 跟我们这边过去的各个站 那么它的平均里程跟平均的费用 我们后来把合并里程跟所谓的分开 来计算加搭配所谓的这个转成优惠的部分 其实相差非常非常小 大概只有一块钱左右 一块钱左右平均 大概只差一块钱左右 就以民众若需要从台北捷运 关路站要到新市镇来说 选择捷运后转成公车 以电子票证普通票来说 一趟需要二十三元 而在选择转成淡海轻轨 则是需要二十四元 差距不大 因此新北捷运公司表示 民众在转成方面持电子票证的优惠 是最多而且最划算 就可以享受轻轨快速便利的通勤 记得许端一 再次采访吧